咕咕,冷哥星球 大家好,我是Rebecca 一個十年拍攝經驗的攝影師 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想多謝今次的模特Luna 為我們鏡頭獻出她寶貴的一面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今天這一集就是教大家 如何拍包包面女生 不用用Photoshop,不用用尾圖瘦瘦 只是角度,就可以令臉上瘦一點 靈相直出 老實說,麵形這家東西是天生的 我想每個女生,包括我 都希望自己是被上帝選中的 一個靈死角瓜子麵,怎樣拍都漂亮的人 但事實往往是殘酷的 難道就是為了拍張漂亮的照片,而要整容嗎? 可能同樣都是包包面的你 都已經熟悉了自拍時 可以怎樣就角度,令自己拍上瘦一點 但你有沒有想過 為何身邊的朋友或男朋友 他們拍出來不是自拍的樣子 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用什麼角度 才可以拍到適合你面型的照片 那快點分享這條片給他們 讓他們幫忙拍照打美卡 首先我們看看Luna 未就角度前的包包面 是不是覺得她真的很大犧牲呢? 如果不是認識她這麼多年 我想我這一輩子都拍不到這條片 因為找不到模特兒 那我們開始說一下 怎樣才可以把包包面拍得瘦一點 第一,就是直接用手遮 嗯,你們是不是都想到這樣呢? 但不可能將一張都同一個姿勢 不過做手勢,例如拖下巴,牙通,面通,眼通 這些方式都是有用的小技巧 可以轉移到視線 把重點集中在五般上 除了這一招之外 包包面是否真的不可以 直接用臉拿著鏡頭呢? 其實不是的 我們正面對著鏡頭的時候 只要輕輕點低一點頭 就可以立即收到下巴 V面就會出來 試一下點低一點頭 再點低一點頭 我們做攝影師都要聰明一點 將相機向上移一點 輕輕高炒 就是這個很簡單的動作 其實就可以令到臉看起來更熟 但值得注意的是 要看模特兒眼的視線 如果你太高的話 他的眼睛可能會變成上吊眼 第二樣就是正面對著鏡頭笑 因為我們都知道 笑的時候下巴會比較突出 就像一個倒三角形 自製一個小V面 包包面通常讓人感覺到很可愛 很可愛 加上笑容 整張相片看起來就會很甜 很有感染力 然後就是側面抬頭 或者看地上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放三七面 同時模特兒也要放鬆面部的肌肉 讓下巴輕輕地自然向下放 臉就會收長一點 下巴出來 如果像模特兒一樣 鼻子長得比較高的朋友 就可以挑戰五五面 側面有個好處 就是會令觀眾完全不留意到 實際面積有多大 只是留意到面部輪廓 在這裏給大家一些提示 當模特兒側向鏡頭的時候 記得叫他們的眼珠望向鏡頭多一點 如果不是拍出來的眼白太多 就好像沒有眼珠一樣 嗯...有點恐怖 接下來就是遮擋大髮 剛剛一開始也有說過 可以用手去修飾一下餅面 只要把這個遮擋大髮 運用得純熟的話 我們就可以應付到任何情況 拿些道具放在面部旁邊 來遮住 例如叉、羹、羹、 又或者拿自己的衣服 衛衣的頂帽 還有一樣我覺得很好用的 就是頭髮 我知道這件事 爸爸媽媽最不喜歡的了 哎呀 頭髮遮住了 看不到樣子 但爸爸媽媽 頭髮覆蓋著我的臉 50%的面積 這樣我就收到50%了 這招真的很好用 最後介紹的一款 是比較高階的玩法 就是利用光線去打造面部的寧角 那是怎樣呢 就是例如陽光比較強的時候 遮住位置 讓光線去打造面部 我們就可以看到 光位和陰影位的反差 光暗的對比效果會比較大 我們就是利用這個陰影部分 好像女孩子化妝塗陰影粉一樣 去製造一個 臉很瘦的錯覺 今天這條影片到這裡了 下次你又想看我說哪一款面型呢 記得留言給我 如果你也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裡面會有更多的視頻作品 下次見 拜拜